玉龙集团新能源车款 纳智杰N7 来到新店玉龙城 玉龙集团执行长严陈丽莲 一身俐落装扮 搭乘首辆国产纯电动修旅车进场 迎接70岁华丽转身的KIGA TSU 新北最大购物商场玉龙城 严陈丽莲特别带着一双儿女出席见证 因为这一天对严家来说 深具意义 助女秀 当然当然 当然这个是感动 而且这是我们的KIGA TSU 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的家 然后过程的变化 想到都会想要流眼泪 会有这番感触 不是没有原因 2018年底 玉龙少主严凯泰此事 严陈丽莲被迫临危接棒 同时还得面对汽车销售全面衰退 以及投资事业陷入亏损局面 严陈丽莲放下主导权 以开放态度 联手企业合作 让玉龙有不一样的风景 目前 玉龙集团涵盖智慧车辆 金融水平 榜之时尚 迎建生活四大事业体 玉龙城 正是集团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心情很激动 因为 其实以前我会看到 以前的这个场地 本来是工厂 我会想想以前的那个原貌 现在变成这样子 截然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完整梦想 完整梦想 盖房子的部分就投资了56亿 再加上一些人事费用 还有地价税 所以基本上 前面几年应该是勉强打平 那真的要有获益来源 应该是从 就营业有超过40亿 玉龙城正式开幕 玉龙城全馆总营业 面积达3.3万平 有全亚洲最大成品书店 威秀影城 超过250间品牌进驻 全年整栋租金收益约3.8亿元 开幕典礼现场 成品董事长吴明杰和母亲 与大股东合硕董事长 佟子贤也一同出席 从2013年 就是吴先生第一次 就是带着我们来跟玉龙的 当时是研制新长做简报 到每一年经过这么多的变化 我们非常感谢玉龙坚持着 把玉龙城能够做出来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知道 今天如果没有玉龙城 没有成品生活新店 开幕第一天 吸引不少民众彩点 全新电型设计 要带给消费者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领旅堂 李晶晶台湾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